这个你不会取颜色的话 现在笔上沾一滴水 先放在上面 然后这样摩擦一下吧 摩擦一下 这样的上面会形成一个有颜色的液体 这个时候你把笔洗干净 洗干净笔之后 再把笔重新干净的水沾湿 我这都好多天的水了 不是很干净 这个水沾湿 沾湿之后呢 上面不能有滴水的感觉 不能太湿 但是笔家 你不能让它干对吧 这怎么办呢 沾这个水的时候看啊 在这个笔家那个渡着点一下 这样它笔家上面都是很湿润的 但是呢 它水不会太多 然后去取颜色 只用笔家去沾沾去一点 它整个笔其实还是湿的 你笔家沾一点点颜色 它上面这层颜色已经被你浮出来了 对吧 笔家沾一点颜色 这个颜色会顺着这个笔往往上跑 顺着笔往往上跑 然后画的时候啊 把笔压下来了 你看这样的话它就可以 就是大片的那个颜色 是吧 而且干得特别快 那瞬间就干了 小红书 还好 在三 followed 吧 追